桃园市议会24号进行节工局工作报告 桃园市议员周玉琴指出 阳眉区已经要有18万人口了 但三星六线轨道建设还没规划到阳眉 通勤运输的需求迫在眉睫 要求节工局尽快动起来 这个轻轨你这个画 这个11条线 至少阳眉这条动线要先做出来吧 不要我们什么轨道建设都没有 连轻轨你都不做 不是吗 你就画个大饼给我们安眠心而已 阳眉也快要18万人口了 人口也不算少了 我们的交通路网就是落后 希望我们局长赶快 这一个送屋什么到阳眉 你这个以后啊 你高铁地下化完成以后 我们轻轨也可以赶快来接运到阳眉 这不是很好吗 另外市议员林昭贤则表示 轻轨有一定的缺电跟道路交通安全的威胁 而且新北的三峡英哥人口比阳眉少都有捷运了 认为应该直接跳到捷运线的规划 而且速度一定要快 那我问你 我们新北的三峡跟英哥的人口 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就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光一个英哥的人口都输给龙台 一个三峡区的人口都输给我们龙台 但是他们的捷运网线已经规划的 已经在规划中了嘛 延伸到我们巴德等等 其实我今天的重点是 我们龙台要的是捷运 不要轻轨 为了我们龙台人口 加上我们二高等等 我们龙台的发展绝对会超越很多的地方 我希望说你们好好规划 不要用低运量 用轻轨的方式 两位议员都希望轨道建设 可以尽速延伸到阳眉区 不管是节约还是轻轨 都要尽快的规划办理 超前部署 因应未来的人口成长趋势 记者赖尾一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